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临行之际 他拿出了当年皇帝赐予自己的一块免死金牌 试图获得赦免 但他的如意算盘打空了 朱元璋特意拿着金牌对李善长说 你来看看 这背面的四个字写的是什么 李善长看后面如土灰 他知道自己断无生还的可能 旋即就被处以了急刑 李善长作为开国元勋 未及人臣 他究竟犯了什么 最惹怒了朱元璋 那免死金牌的背后 又写着哪四个字 让李善长死罪难逃呢 元朝末年 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农民起义军如辽元之火 燃遍了大江南北 朱元璋 张世成 陈有亮都是当时雄霸一方的佼佼者 这其中 有以陈有亮的实力最为雄厚 但大家都知道 笑到最后的是来自安徽豪州的朱元璋 朱元璋能够成事一方面确实与他善于育人 公于心计有关 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手下有一批运筹帷幄 能争贯战的陈辽 淮西集团是他赖以生存的中坚力量 李善长 徐达 胡维庸都是该集团的代表人物 而李善长 更是其中的魁首 李善长和朱元璋一样都是豪州人 这一层身份 是其以后飞黄腾达的基本条件 所谓的淮西成员 全都来自与朱元璋的同乡敬陵 在早期 他们的存在也确实帮助了朱元璋 助其横扫中华大盾 建立了布施功勋 李善长就是这样的人 他自幼酷爱读书 尤其喜好沿袭文韬武略 对法家的那些治国之道也极为通晓 依仗一身的好学问 李善长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 1353年 尚在郭子星帐下 围江的朱元璋见红金军内部矛盾重重 决心出来南下楚州独当一面 一路上破山寨 败元军 很快就聚集了两万多人马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身在定远的李善长 听说朱元璋率大军至此便特意来头 对于李善长的名声 朱元璋是略知一二的 但是否有真才实学朱元璋也未可知 于是他便向李善长叩问方略 李善长当然明白朱元璋的深意 于是他从容回答道 当今天下分争似与秦末相同 当年汉高祖以不一之身斩蛇起义成就地业 今主公亦是如此 况且 公出身豪州 与汉高祖配线相邻 主公若能效仿高祖 则天下可定义 一席话说的朱元璋心花怒放 当下朱元璋便封李善长长任书记 负责后勤粮草 这与当年的汉丞相萧和又是何等的相似 看来朱元璋真的是把自己对彪汉刘邦了 只是他此时并没有想到 若干年以后天下大定之时 他的屠戮功臣之举也丝毫不逊与刘邦 李善长的加入确实起到了如虎天意的作用 首先他就帮助朱元璋顺利地攻下了楚州 随后又在红金军的内部斗争中没有随波逐流 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朱元璋的一边 这都让朱元璋视李善长为自己的骨功之臣 事实上李善长也确实是实至名归 不过他的过人之处并不在出谋划策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安邦定国体现在治理天下上 这一点确实与西汉早期三节之一的萧和难分伯仲 也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孔明有些相似 朱元璋称李善长为开国第一功臣 他曾指出上天把善长赐予我 其功绩之大朕当然知晓 汉初的萧和与善长相比也未必胜得过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李善长是格外推崇的 这在大明开国后的论功行赏中也是能窥见一般的 1368年是洪武元年 朱元璋在南京初登大堡就大肆分封诸将 其中有以六大公爵最为尊贵 而排在首位的就是韩国公李善长 像徐达、常玉春等人也只能甘居其后 但这六大公爵也无不都是淮西集团的成员 他们都是朱元璋的老乡 李善长位高权重 在朝堂之上更是以文官之手自居 他所代表的淮西勋贵集团也渐渐作大 成了洪武初年党争中的重要一派 而另一派就是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浙东集团 两大派系明争暗斗多年闹出了不少惊天大案 刘伯温加入朱元璋阵营的时间比较晚 最重要的是他并非淮西人 所以在朱元璋大封群臣的时候 刘伯温只被封了个诚意搏 比李善长低了二级 但其出任御史忠诚又有监督百官之权利 可见朱元璋对其之信任 当然朱元璋这么做 相互制约的用意很明显 他已经察觉到了李善长及其淮西集团 有阅祖代袍之事 于是在后来处理李斌贪赃王法一案的时候 朱元璋完全站在了刘伯温的一边 将李善长的心腹李斌斩首示众 李斌案让淮西集团遭到了一定的打击 但并未伤惊动骨 反倒是李善长借题发挥 找了个理由 参了刘伯温一本 导致了刘伯温不得不回乡至世 后来李善长推荐的胡为庸更是火上浇油 狠狠地弹劾一把刘伯温 还在历史上留下了继杀刘伯温的悬案 刘伯温的死使得淮西集团没有的撤走 李善长在朝中更是肆意妄为 他世才傲武 目中无人 有人稍稍地违背他的意愿 李善长便罗列罪名 想法子将其罢处 对待普通官吏是如此 对待朱元璋他也毫不收敛 屡有冒犯 洪武九年 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琪 这在封建帝王时代是无上的殊荣 李善长的声势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而在妻子大婚刚过一个月的时候 就有阎官弹劾其大逆不道 原来当时朱元璋偶感风寒 有一些时日没有上朝 但李善长却没有进宫问安 驸马李琪也是没见有任何的表示 阎官们认为李善长恃宠骄纵 是大不敬 对此朱元璋也甚为不满 消去了李善长一千八百蛋的奉务 真正让朱元璋不满的 还是胡维雍案 胡维雍与李善长是同乡 早年是李善长 把他从一名地方小吏提拔到权力中枢 一点点的接贴了李善长的位置 做到了丞相高位 封建帝王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结党营私 而此时的淮西集团 已经到了伟大不掉的地步 对于权力的过分追求 已经触动了皇权 这就是逆天了 红五十三年 朱元璋终于出手了 胡维雍以谋反的罪名被杀 受牵连者不计其 李善长的侄子李佑 是胡维雍的侄女婿 这一层关系不可谓不敬 当时就有人告发李佑 和其父亲李存义是胡党 但朱元璋念李善长的功勋 并没有治他们的死罪 按说他应该敬见谢恩才是 当他却没有 他表示 本来同党之事就是无稽之谈 无有之事又何须谢恩 言语传到朱元璋的耳中大为震怒 当即传李善长敬见 不想李善长仍然如是说 这可把朱元璋气坏了 相传当即就扇了李善长一个耳光 从此朱元璋动了杀机 红五二十三年 胡维雍被诛杀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 然而余波难平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七十有七 因为一名叫做丁斌的亲戚 而牵连出了旧案 说是供出了李善长 当年曾经知道胡维雍要谋反一事 但却并没有告诉朱元璋 其本质就是静观其变 这直接就切中了要害 加上有人告发胡维雍 曾经私通蒙古的书信 也是李善长扣下的 朱元璋不在手下留情了 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收奸入狱 等待他的必定是杀无赦 但此时的李善长似乎并不担心 他认为自己死不掉 当然他的自信是原因的 当年在朱元璋大风群臣的时候 曾经赐给过李善长一份免死金牌 也称铁卷单书 其上标注李善长可以免死两次 他的儿子可以免死一次 这个时候李善长想起了这块免死金牌 他不慌不忙地把金牌拿了出来 并喊来狱卒 让其转交给皇上以求免死 狱卒当然不敢怠慢 马上就拿着免死金牌出去了 不久后 朱元璋收到了这块免死金牌 他立刻就明白了李善长的用意 但是朱元璋事先也早有安排 这块免死金牌也是暗藏玄机的 于是他拿着这块金牌 就到大狱里去看望李善长了 李善长看到朱元璋亲自来了 还以为事情有了转机 便静静地等着朱元璋开口 朱元璋看了看李善长说 善长啊 你真的以为这块免死金牌 能就得了你的命吗 此话一说 李善长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朱元璋接着说 你看看这金牌背后的四个字是什么 李善长立刻接过金牌翻过来一看 当时就魂飞天外了 那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除谋法外 李善长正是以此罪名获罪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偌大的年岁最终还是做了刀下之鬼 李善长获罪 全家七十余口 进阶被处死 他也是最后一批受胡为庸案被牵连致死的官员 但历史的书写 往往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胡为庸案的可信度有多少 李善长是否真正参与其中 还是优待商榷的 红尘滚滚 沧海桑田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 可以正观 李善长博览群书 肯定读过《资质通鉴》 但却未能从中吸取教训 他世才傲物 过于张扬 以至于害人害己 不得善终 这一点他不如萧何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